現在因為顯示所有因為裡面比數是沒有 那如果insert Db要1好了 insert進去 底下要出現什麼 新增成功 那這個動作按下去 他就會by的一個 dbinsert的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在哪裡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我把它切到原石 陳詩碼裡面 在這個底下會我們已經寫好了一個insert 這個動作 那這個insert的動作裡面做哪些事呢 如果這個db有存在喔對不對 如果不存在就是資料庫上會建立嘛 那我做什麼insert into 這個table 後面的話呢 我只給他一個什麼 欄位名稱 特別是這個也是標準西口語法 後面的話加上一個value 這個values values就裡面放什麼一個問號 那問號部分的話基本上 我們是從這個data裡面去抓到 因為我在傳過來的時候 會傳給他一個什麼一個值 這個值就是 我們畫面上面的 這一個裡面填的東西 會丟到這個data裡面 他會自己幫我怎麼樣 把資料insert到資料庫裡面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成功就show 新增成功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有insert成功嘛 所以 這邊會show什麼 資料有沒有 新增成功 那反之如果新增失敗的話 他就跳新增 失敗的錯誤訊息出來 那我們這邊的話 如果要查顯示出來 有沒有 現在就多一筆 那一樣的方法就是 第二筆 新增 OK 然後再顯示所有資料 那當然最後如果說你要刪除的話 一樣 我們會多一個什麼 show的動作 那show table就是把這個table給drop掉 drop掉之後底下會顯示什麼 資料表已經刪除了 那刪除之後你如果 再顯示的話一定是找不到的 因為現在的 裡面已經沒有這個table 所以你select 所有from那個table 也會找不到 那show部分的話 怎麼 特別重要 裡面的話 就是這個語法 就是 execute 這個地方 show table 就是table名稱 然後把訊息秀出來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已經把這個程式碼 通通都放在雲端上面了 所以 等一下請各位把它重整一下 好 那看一下有沒有 這邊有個介面 的程式碼在這裡 剛剛的程式碼就在這裡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開啟一下 那你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記得喔 貼到head的上方喔 這邊也不要貼錯貼錯的話 貼到 這個標籤的上方 就可以運作了 但是你要check一下 你那個id是不是有有沒有打錯 打錯你按下去 也不能夠執行 我想應該這個程式碼應該沒有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好 好 ן 感谢观看